你跟王子分手可以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是没有问题 但你不能因为王子对你纠缠不休 你为了甩掉王子 把另外一个女孩子锁进 如果你跟他之间真不是男女朋友的话 你对他是一种极端不尊重 而且有损于他未来生活的一种行为 不管是他的父母他的朋友都是不同意的 所以我郑重地再问你 你和刚才的那位女生 真的是男女朋友吗 说啊 你别作声 你别作声 我必须问你 因为你自己在这段感情当中是你的事 但你不能把别人扯进 你不能害了另外一个女生 你说嘛 你说清楚嘛 她是你女朋友吗 你告诉我 你说啊 是吗 你冷静一下 你再这样的话 你只能离她越来越远 好吧 你说啊 告诉你 这是电视台 这是电视台 是面向亿万观众 你必须问这个女生 证明证声 你否则的话 你真的是害了 你的事可以在这解决 但不要扯上场 说不定人家有男朋友呢 不要说话了 王子 你的性格太强势了 来 你自己对着镜头再说一遍 珊珊到底是不是你 我会的事 我们就说在这边 证明信心里 哎呀 我会听人家有男朋友 谢谢大家